哈喽大家好,我是Tin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关于我和香菇的Q&A 如果你不知道香菇是谁的话呢 它是一只英国短毛猫 是一只很胖的boy 今年三月份才过完它,一岁生日 它已经13磅了 刚接它回家的时候,它才进我房 现在已经13磅了呢 它在我身后,不知道大家看看了 是一只很白很白的猫 因为它妈妈是橘色的 它爸爸是银剑层 所以它生出来,它就是脸上有点橘色 耳朵有点橘色,尾巴有点橘色 背上可能有一小块吧 对,它整体是一只很白很白的猫 不好意思,我的嗓子有点不太好 今天,我先吃一颗 潤喉汤,干嘛 今天这个开头,我录了一个多小时 都已经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电池了 我要吃一颗糖先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吃这个很有用 轰隆咬散 为什么叫香菇?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之前好像有个视频有讲过 我在养它之前,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猫猫以后 会是什么名字 那这个名字就是,不管是 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还蛮适用的 可以叫它香菇,菇吉,菇菇,胖菇 有个烤肉不是叫不菇吉吗? 我们就会跟它叫不菇吉 就是这样子 香菇黏人吗?和谁最亲? of course,跟我最亲 在养猫之前,我有research很多东西 然后呢,其中就有一条就讲说 如果你是个女生,你想要有个黏人的猫猫 那你就养公猫 因为公猫比较喜欢女 就是女生那种尖锐的声音 那果不其然,养他之后 他跟我是最亲的 那慢慢的现在跟哥哥也非常亲 因为哥哥天要给他吃零食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更喜欢哥哥多一点 对,就是谁给他零食,他就跟谁亲 他黏人吗?很难去描述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很黏人 因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跟着 就跟狗狗一样 然后他困的时候就会靠在我身上 或者是靠在我的背上 或者在我脚上 同样的,如果我不在的时候 他也会这样对我的室友 但是他又很怕生人 那只要是他不认识的人 没有跟他相处过一天以上 他都是有点拒之而外的那种感觉 最喜欢睡在哪里 他喜欢人睡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们最喜欢在沙发上 或者床上躺着 他也是 他一般你回到家 他都是在床上 或者是在沙发上 给他买的那些窝 一点用都没有 他不喜欢 给猫猫用的那种窝 他就喜欢人的窝 第四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次养猫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提前准备了什么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要回答很久很久了 所以 我可能会快进 首先要跟父母商量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学生 经济没有独立嘛 记得要跟父母 就是好好的商量好 长久看来 毕竟你要养他十年 或者是十年以上 那这个 消费上面的问题 一定要想好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跟室友一起住的话 要跟室友讲好 因为 就是我好像也不太需要再讲这个问题了 那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有只动物跟没有 其实差别超级大 所以记得要跟室友商量好 感谢我的室友同意我养猫 那在接他回来之前呢 有些必备的东西就一定要买啊 比如说猫砂 猫砂盆啊 猫粮 饮水机 还有一些他玩的猫爬架 那如果你是个新手 你可以先问一下breeder 就是说 你的猫猫 他平时在breeder家吃的是什么 猫粮 如果breeder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 到底是什么的话 你就去商场买那种一小袋一小袋 合适他年龄的猫粮 去看到底哪个牌子 你的猫比较喜欢 你的猫的身体 就是 怎么去看一个猫粮 对猫毛好不好 首先就是看他吃不吃 第二个就是看便便 软便 那就说明他消化不了 那如果是形状比较好的话 就是 OK 那猫猫的丸也要买 不要买塑料的 听说塑料的对猫猫的身体不好 猫猫的梳子也要买一共是两把 一把是刷脸的 一把是刷身上的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掉毛掉的很严重 还有就是要买益生菌 因为就是猫猫刚到新的家里来 无论年纪大小 他都会有一些应急的反应 对一个新的环境的不适应 还有新的食物 新的人 所以呢他肠胃啊 或者是 各种地方就可能会不舒服 所以就是常备着医生菌给他们 吃饭的时候呢 每天给他一粒这样子 对 那重中之重就是要打扫卫生 那我刚开始接香菇回家之前 我是把整个家打扫两遍 然后把房间打扫三遍 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床底 因为床 因为他们刚回家的时候会很害怕 就会想要躲起来 如果你的床底不是实的话 是中间是空的话 记得在里面打扫干净 有句话说的很正确 就是说 猫猫是行走的 脱把 你的猫猫躲干净 他的卫生怎么样 完全取决于你的家是 卫生条件是怎么样 我的喉咙 刚把猫接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它从笼子抱出来 放到猫砂盆 如果你的猫年纪比较小的话 不太知道 现在他的位置 是一个 他要上厕所的位置 就是想 就是轻轻的把他的手 举起来 这样子 弄一下那个沙子 听到那个沙的声音 或者是他感受到了那个沙子 他就知道 那是他上厕所的地方 对 这件事情一定要做 不管他当时在里面拉没拉 他只要有这个过程 他脑子会知道 那是我上厕所的地方 那刚回来呢 因为猫猫都是要关一段时间了 我是把猫砂盆猫凉 还有乱七八八的东西 都放到房间里面 先关了一个礼拜吧 差不多 先让他熟悉 我的房间 我的味道熟悉 他常要就是走动的地方 才慢慢的把门打开来 让他出去客厅里面转啊 然后现在就是 什么东西都放在外面 猫猫刚到家里的时候 心情都会比较紧张 所以就记得不要急 急着跟他玩 因为越着急跟他玩 他可能就越害怕 就让他安静静的在那里 他只要吃喝拉就可以了 就是让他自己去慢慢适应你 跟你的家 猫咪的卫生是怎么注意的 洗澡啊什么的 就每个礼拜检查一下他的指甲 如果很长的话 就记得帮他剪一下 每两天我都会看看 他的耳朵脏不脏 因为耳朵是个挺敏感的地方吧 你只要轻轻这样扒开来 就能看到里面有脏东西 有的话就拿棉签沾水掏一掏 这样防止他会长耳末 经常给他刷毛 看到毛毛飞来飞去的时候 就给他输 我一般是早上输一次 晚上输一次 虽然还是掉很多毛 但是这样真的会减轻很多 他们的脚长绣毛毛的 就定期的这样给他剪剪剪 保持他肉垫周围都是干净的 洗一澡的话呢 是两到三个月洗一次 取决于天气吧 天气热的时候 我可能两个月给他洗一次 天气冷的话就三个月 切记不要因为自己很爱干净 而去不停的洗它 因为毛毛的皮肤很脆弱 洗太多次澡的话 会得毛险 还会得皮肤病 香菇会不会咬人 不会 他这方面还蛮好的 不太咬人 毛毛毁了你多少件衣服 怎么处理毛毛 毛很软呢 他是不会毁衣服的呀 对 没有被他毁过 刚刚有说到梳毛 就是每天给他梳毛 那一般很多人都是一天刷一次 但是我会一天刷两次 因为他是一只英国短毛毛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跟我想象中的短毛毛 就是差异很大 就是他的毛也不短 就是到后处都是他的毛 就我的水杯如果放在桌子上 放两天 水杯里面也会有他的毛 就是他是真的很多毛 所以就要勤疏他 那生活中有一个东西变成的消耗品 就是粘毛器 给大家 现在我手边就有个粘毛器 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看起来好脏 已经粘过毛了 早上 这个 这个卷毛器呢 跟别的卷毛器不一样 它很长 然后它是有点像刷墙的那种 你就这样子 一弄 再一弄 身上的毛就全部都没有了 再有的话就刷两次 就是这个是在Muji买的 只有Muji才有买这么长的 如果别的地方有的话 请麻烦打到信息栏告诉我 因为在商场里超市里买的那种 卷毛器都是只有这么短的 像我一般那种短的 卷身上呢 就是要卷超多次 才能把它卷掉 这个超级好用 沾性很足 所以就是 非常非常推荐 给养猫人士 但是 香菇平时吃什么 照顾猫猫的花费多吗 一个月大概多少钱 香菇平时就是吃猫罐头 猫粮 还有一些零食 对 不是很多 一个月大概花个90多块钱吧 零食加猫粮加罐头 加猫砂加益生菌 香菇是每个月要花95块钱 那其实它的日常 是不是很多钱的 主要花钱是花在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他年纪还小嘛 所以要带他去打针 带他去绝育 带他去看医生检查这些 那还好我接他回家的时候 他已经八个月了 就那些常规的那些疫苗 还有绝育他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对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事情 猫猫会不会尿在床上 如果尿了如何处理 我也不是很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都是我非常非常骄傲的 I'm a proud mom 因为香菇从来不会乱鸟鸟 它从来不会在床上 不会在任何地方 它只会在它的猫沙盆里面 不管这个猫沙盆 我是移到房间 房间外 客厅走廊 就他都知道 他在那里上厕所 所以就这个问题 我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去告诉大家 但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尿在猫沙盆上面 是不在我身边 那个时候放假了 我回国 我就把它送到我一个专门寄养 猫猫的一个朋友那里 放我他家 那当时医生有跟我说 比较推荐香菇是 少食多餐这个样子 那我当时跟我朋友讲的时候 他可能就 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只给他的少食 忘记给他的多餐 所以当时他就很饿 然后就在台子上尿尿 对那是唯一一次 他没有在猫沙里面尿尿 那我在网上有帮大家查 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猫猫如果是 平时都在猫沙盆里面尿尿 偶尔几次在床上 在地上尿的话 首先要查的是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自己给他吃的东西吃少了 还是他不喜欢什么 他是说这两天他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被主人打了呀 心情不开心闹脾气 首先他们就会乱撒尿 因为他们也是爱干净的嘛 就是他就想让人不开心 他就会乱尿 网上还有说 如果猫猫开始乱大小便的话 可能是他发情了 要去医院检查 猫猫上完厕所 屁屁会臭吗 每次都要擦吗 猫咪的岩石每天都要擦吗 of course 猫咪的岩石一定要擦 因为如果不擦的话就会结块 首先会弄得眼睛不舒服 第二就是他 尤其是像我们家是白猫 没有好好擦的话 就会有很难看的泪痕 所以就是岩石是每天都要擦的 这个东西是有的话就要擦 但是如果你的猫猫长期岩石都很多的话 就一定要大家去医院那里看一看 说不定是你的猫粮 他吃的觉得很上火 觉得消耗不了 才会有那么多岩石 要不然就是身体 其他的原因吧 对 上完厕所 屁屁是肯定会臭的 就是好几次他刚上完厕所 我正好 就是要抱他怎么样 就有闻到是很臭的 但是猫猫他自己是会舔自己的菊花的 所以就 但是他们其实自己是会舔自己的菊花的 在他们舔完之后就没有那么臭 可是还是要定期帮他撩开来看一看啦 因为有的时候 脏东西他可能自己解决不了 我们就要帮他擦 那擦什么呢 我一般都是拿纸巾沾温水帮他擦 要不然我就是拿那个猫猫专用的湿纸巾 就是沾上温水帮他擦 就一定要很温柔很温柔 不可以 就是说很大力会把他的皮皮给擦坏 香菇有没有感冒过 如果感冒了怎么办 有啊 之前有经常感冒 每次换季他都会感冒 因为三番就是比较冷嘛 一年自己都是秋天 他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 就接二连三的有感冒 那感冒首先 第一症状就是打喷嚏 当他开始打喷嚏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因为粉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可能感冒了 每天记得去检查一下他的便便 因为他的所有健康都会反映在他便便身上 他只要感冒就会软便 那之前软便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停食十个小时 让他的肠道还有他的身体 让他自己去自愈吧 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还没有好转的话呢 就开始给他吃益生菌 一般是一天一颗嘛 那严重的时候呢 就一天给他两颗 这样子还没有好 你的猫猫还是看起来无精打采 还是拉肚子拉得越来越严重的话 就马上带他去医院 医生就会给他开一点消炎药之类的 很快就好 感冒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 只是你要看到这个征兆 你也要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不能拖着 拖着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 平时上学陪香菇时间长吗 姑姑跟室友是怎么相处呢 不是很长 我忙起来的时候 一般就早上出门跟晚上回到家会陪他一下 中间就他自己在家 不过我们家一定有四个人 我们所有人上课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家永远都是有人在的 他没有我在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室友玩 他跟我室友相处得很好 这是我一直觉得很骄傲 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养他之前 我就问过我的室友 那他们就是还挺支持我的 像我之前刚养他的时候 出门的话还会提醒一下 就是他可不可以帮我喂一下香菇 我今天可能会在外面比较晚 那后来我都没有讲了 因为他们就跟我一样 很关心香菇吧 就是看了时间挺久了 没给他吃饭 就会给他吃 然后看他闹了 就看他是哪里不舒服之类的 都会告诉我 就是他们跟他关系都很好 喜欢他超过于喜欢我 真的 我们家经常会在那里 就是 争宠 看我们一排坐在沙发上 看香菇会跳到谁的旁边 就是 对 就是我们的日常 回国的话香菇可以坐飞机回去吗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要看航空公司 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规定 我记得我之前查 国内的航班是不可以随身的 他必须要坐在托运有氧舱那里 所以就是 你要把他带消费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下research 最好是打个电话给航空公司吧 看他们的规定是什么样子的 香菇经常在床上 请问卫生是怎么处理的 猫猫的爪子不脏吗 如果有洁癖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好长 让我想想 那首先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如果你是一个很严重的洁癖的话 我是建议不要养任何动物的 尤其是像猫猫这样的动物 因为你是没有可能给他每天洗澡的 他一定会生病 他一定会就是变成乌猫怪 那你也不可能说 无知无可盯着他不让他上床 不让他上沙发 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爪子 刚从猫沙喷里出来 有没有舔干净 然后凑到你身边 就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如果你很严重的话就不要养猫 根本就不要考虑这件事情 哥哥他是有很严重的解体的 但是他对香菇就是自动评比 就是他太爱香菇 所以他对他是没有什么卫生要求的 经常躺在床上 我刚刚也已经讲过 就是说拿这个卷毛的这个卷毛器 睡觉之前呢把整张床这样卷一下 其实不会浪费多少 就两页这个样子吧 都已经可以卷很干净了 还有一个比较方便就是我们每次起床的时候 我们会铺床 把床铺成现在这个样子 盖住里面的那个床灶 盖住枕头 这样他就算跳上来 他是不会在里面碰到的 这就是我们大概尽可能能做到的一些 他就是每天打扫一下自己的角落 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就是会把家里打扫一遍 两三天就会把房间拖一遍 就是尽可能能做到我们能做到的 卫生方面的问题吧 我是还好啦 对 我觉得他那么白 他如果脏的话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猫猫真的自己是很爱干净的一个动物 他每天都会自己舔自己 像他的手爪 他的就是屁股啊 还有他身上是从来没有说过 有哪块地方黑掉啊臭掉啊就都没有 他身上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可能嘴巴有点臭吧 那就还好啊就 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出来 可能我的评论下面也会跟我第一个视频一样 下面会说里养代替购买这件事情 我自己其实是很提倡这件事情的 香菇虽然它是一个正统血统的英国短毛毛 但是当时也没有很刻意的说到底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种 我只是在上网这个搜一搜 那个搜一搜去领养院里面 这里走一走哪里走走 就突然看到了香菇的照片 就觉得好了就是他了 看了他的视频 嗯我要给钱了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完全一个缘分的一个事情 所以如果你之前 觉得我 像我之前有收到一些评论说我很残忍 说为什么我不去领养去 专门花个钱去买个猫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吧 我真的不是说很要求很追求什么 我只是看到他很喜欢 我就买了 并且我对他负责 我觉得不会让他变成流浪猫 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抓坏 抓到了或者怎么样就放弃他 如果你现在决定要养毛 请你一定要保证自己可以守护他一辈子 其实还有几个私信上的问题 我今天先不回答了 因为我的喉咙实在是有点不舒服 很抱歉 我下一次还会重新再开个Q&A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没有回复到的话呢 请留言给我 我会用杂志的方式回答你们 很感谢今天大家看这支视频 希望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bye 对了我忘记跟大家说 我过两天要去LA 我跟我的闺蜜去 所以我们两个会录录vlog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念我的vlog 我的vlog马上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下次再见 bye bye